接着继续带您来看到 为了感谢辛勤教会培育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 吉安乡公所以及吉安教育会 来联合了举办一场隆重的禁师活动 乡长游淑珍亲自表扬15位的爱心模范教育人员 以及卓越领导奖 并借此活动向全体的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吉安乡举行教师节禁师活动 乡长游淑珍强调自己身为教育界出身 了解教育是一项百年树人的长远事业 感谢老师们无私奉献和对学生的关怀 而他上任以来也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要提升教师职场友善 以表达最诚挚的尊重和感谢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我们祝福全天下的师长们 有你们真好教师节平安 日日都能够教育精彩圆满胜利 在教师节的前夕我们感恩 所有的教师为我们来做教育的铺陈 吉安乡六年来 每年的教师节都会为我们教育人员 献上一份感恩礼 跟满满的关怀和祝福的力量 今年我们也特别扩大的办理 邀约了我们的教师跟师长们 来到了餐厅进行了我们感恩关怀的活动之外 更要献上我们的敲打棒 来鼓励我们的师长们 慰绕我们的师长们的辛劳 希望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努力 为孩子奠定最好的教育养成 所有的教育的关怀 今年简想有15位爱心模范教育人员获得表扬 这些教育人员不仅在教学上表现优异 还对学生展现了无私的关怀 另外卓越领导奖也颁发给多位校长 表彰他们在教育领导上的卓越贡献 想让游淑珍也祝福所有的老师们 叫世界快乐 建律会节安相报导 谕下